因为网络的世代 的确每一种行业都多了更多的可能 像是律师也是网红呢 你过去能够想象过吗 这位女大律师李怡珍 敢讲而且非常的幽默 点斧了大家对律师的想象 最初开始上节目 是分享她官司胜利的战利品 各式各样的精品琳琅满目的 那李怡珍就说因为她自己不懂金融 也不愿意去炒房 买包呢就全当是投资了 摆在办公室看着也开心 但是不管是买包包还是买鞋子 里头都是藏着 李大律师对自己的高标跟人生观 透过转访带你一探究竟 老娘背的不是包是胜利 我只能这样讲 对 她就是凯里然后是Hermers的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 Hermers就是必须要配货啦 然后但是我是跟我一些贵妇当事人 跟她买的 可是说坦白的我真的买 从我官司打赢到现在 真的没背过 就我都一直 这应该已经有半年以上了 但是我都没有背出去过 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 每次我就是比方说加班 或是假日我回到办公室 我看到这个包就摆在我前面 就觉得说好一定要更努力 她是律师李怡珍 大家叫她女大律师 热爱工作也热爱精品 从以前就很迷恋那个Chanel 对那是因为我觉得那个Chanel女士 就她的有一些观念在那个时代 其实是很先进 而且其实也是很展现女力的一种 就是想法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买她的包好像就继承她的精神 然后要跟一些 就是时代做一些对抗这样子 我都是买基本款 就是in case我以后 就是淪落街头的时候 必须要卖的时候 比较好脱手 这是最新的 对对最新的 因为当妈妈就知道 她可能我们要追小孩 然后不能带太多太重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把它当 因为它有两个夹层 然后可以放手机 然后里面也都可以再放一些 就是卡片 你看我都有在用 对 所以这个还蛮方便 把精品当成赢得官司的寇赏 李律师不会言 真的很爱买 不过绝不是乱买 我就是都有一个执念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经典的款式 就是方框 那我其实一直觉得 不管你做人做事 你都一定要方方正正 而且一定要人 所以我就会就是觉得说 这个鞋子 因为它是鞋王 那我会觉得说 你不管在任何领域 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都要尽量做到第一 就像我买个包一样 就是你要做到精品 就把你的价值提升到精品的等级 说话有条理又很风趣 很多人认识李怡珍 是从节目上开始 因为就是因为我 我不想要让我当事人 就是委任的律师 看起来就没办 所以我就特别投资 在这种很 就是很贵的西装上面 那它的版型就是都有特别的设计 那穿上去那个裙就是不一样 那我去参加海选 就一去我真的会晕倒 全部都是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梅雅 那个屁股蛋都露出来 然后穿短裤 然后我一个你知道中年不理 我真的不知道我去那干嘛 我就很紧张 而且我就觉得格格不入 我就觉得算了 因为一看就觉得不会上 因为我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然后那妹啊都在那边说 哎呀什么昨天跟男朋友怎么样 我心里想说 我这个老妹我到底来这干嘛 结果没想到就进去 然后参加他们海选 就莫名其妙就被选杀了 大炮直爽的性格很有观众缘 通告源源不绝 所以我在私人演书呢 除了骂老公以外 骂婆婆子以外 骂当事人以外 当然还是骂老板 你只要说你不是骂老板哦 每个人都会骂老板哦对不对 我现在也是老辈 我会被骂 对就抱怨 因为我觉得树打糟崩 所以我反而如果名气 我觉得名气越高 或是路上的人越来越多人认识我 我就会形式更低调一点 对 所以我很感谢现在可以戴口罩的时机点 而且因为之前还不有名的时候 随便在路上都可以跟老公吵架啊 都指着鼻子互骂 我现在都一直忍到 忍到回家才能骂他 像我之前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冲到我老公公司 然后把他 因为那时候 也因为小孩子的事 但是因为我不想要在小孩子面前 就是跟他产生通促 所以我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 而且他那一天还跟我吵架 吵到打电话回我娘家 所以我还是忍 因为那时候太晚了 因为我隔天我越想越生气 我就开完庭以后 我就踩着我的RV 然后背着荷门锁 直接冲到他公司 我就叉叉叉你给我进来 不怕说真话 只怕说的不够多 女士性格从小养成 我本来个性就是一直有话 有什么我就讲什么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 就是妈妈 爸爸妈妈的头痛小孩 然后老师的头痛人物 教官的头痛学生 老板的头痛员工 可是我都会觉得 就是距离力争 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才有立场 才有就是立基点去跟人家讲说 怎么样你认为是不对的事情 的确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不被爱的那一位才是小三 但是你要想可能有一天 你也会是不被爱的那一个 而且无论你们怎么相爱 你终究是不辞的存在 顺床家事案件的李怡珊 已成为女力代表 一年前换到新的事务所 成为初级合伙人 获得不少客户支持 打官司虽然很累 可是他从没忘记 身为律师的使命 我那时候刚出道 刚出来当律师的时候 然后我一个当事人 然后他就是被家暴 那我们要帮他申请紧急保护令 那时候大半夜我就陪着我 我那时候也还是收雇律师 我就抓着我当事人 然后说我就压着那个警察 我说不行我们证据那么多 然后那个骚扰简讯这么多 你赶快帮我申请什么怎么样 后来警察拗不过我 然后就帮我们跑那个流程 他就说因为通常是年轻的律师 才会这么那个 他就说那个 我说那个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那个 那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说 通常是年轻的律师 才会那么热血啦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难道是老的律师 或者说资深的律师 就不会那么那个了吗 所以我常常会记得这件事 就是提醒我自己 不管我走到什么位置 不管我年纪多大 我不管再做任何事情 我都要我一直能不能给 怀抱一腔热血 律大律师还想帮助更多的人 凭倦的时候就抬头 欣赏着美包 充宝店在出发 我们就是真的努力工作在赚钱 而且我们值得这些包包 那就像我讲的 这些包包把他们抬 就是都是各个精品 他们的最经典的代表作 都把他们都弄得很好 那其实我们也是 就是我们在各行各业 我们其实都应该要把自己 提升到这种包包的这种境界 那别人才会 你根本不用去做什么广告 不用去做什么交集 别人自然就会再来找你 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不少房不玩股票 李一珍认真耕耘事业 花自己的钱买包 填满一个个自己的故事